本视频由华夏万卷联合出品 我们今天来介绍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的著名书画家王朵 那王朵的作品非常的好 他有一个观念很重要 就是铃骨 我们来看 什么叫铃骨呢 他有一句话 他说一日铃铁 一日求应所 就一日要看着法铁来书写 一日呢 就去应酬 写写作品给人家 好 那他这个概念啊 终身不备 那你说他铃铁 到底铃什么铁呢 他铃的叫纯化隔铁 那纯化隔铁 是我们第一部十科的 法铁 主要是在宋太宗时候 请王朱 去把古代历盛历 历代先贤的作品 集合成 当然里面很多假的啦 那最重要是里面有很多 王羲之跟王羡之的隔铁 那王朵呢 一生啊 淋了非常多的纯化隔铁 那我们知道 古代的作品啊 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 可以影印 可以出版 一件作品 就一个人看得到 那如果要让很多人看到呢 那就是要把它刻成 十科版 那王朵的作品啊 多如若业 所以啊 他的儿子啊 就把他的作品挑出精品 也模仿纯化隔铁 刻了一个叫 你三元铁 那你三元铁啊 就只有收藏 王朵的作品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啊 让王朵的影响力啊 大增 流传更广 那从王朵的学术过程啊 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 不要认为自己 灵铁啊 灵个三五年啊 就算了 那从此就 每天在那边创作创作 从此不看法铁 都把自己比作 王羲之第二 甚至还超越王羲之 这种心态啊 非常要不得 那王朵作品啊 有一个特色 叫藏末 藏末啊 在古代啊 都称为末朱 就是你末太多了 那个字啊 被盖住了 然后就觉得 啊这是末朱 可是这个观念 从王朵以后 他就被 洗白了 变成 书法创作中的 一种技巧 但是这里面啊 有一个地方特别注意 就是说 单纯的藏末 并不成为 书法作品中的 唯一标准 他还有呢 干湿浓淡 很多人都没注意 就晕开晕开晕开 可是 既然有湿 就要有干 然后中间要有过渡 然后这个中间 要产生一个 很自然的层次 那王朵座这个层次啊 一流的 我们看他的书法作品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湿的 然后在随着他 书写过程中 到最后就干掉了 所以 干湿浓淡 他产生一种过渡 这边可能 120的末 到这边100的末 到这边已经有70的末 到这边有50的末 到这边只剩20的末 他产生一种建成 他不是末很多 突然末很少 末很多 突然末很少 这样感觉太突兀了 所以他 在书写的过程中 就产生一种 很自然的 浓淡变化 那这里面要特地 提到一点就是 王朵当年书写的 那很多都是灵部 那尤其是一种叫板灵 不过现在听说 没有人在做这个 那这个板灵的特色 就是他这个层次啊 可以做的特别丰富 所以如果你去买一个宣纸 来书写的时候 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那你说有没有好的板灵呢 听说做法已经绝种了 大家都不会做了 那以前王朵啊 还蛮炸的 就说人家请他书写 如果好的纸张啊 他要准备两份 为什么呢 一份写一写 来另外一份呢 带回家 可见当时的板灵 应该是 有钱也买不到 再来 他的作品啊 会呈现一种 枝质型的摆当 什么叫枝质型呢 就是你看他的作品 会觉得奇怪 这个字怎么好像 有点像河流有没有 河流 基本上没有直的 除非我们用人工 做成水沟 但是河流在 大地上蜿蜒 走的时候 都走曲线 同样的 王朵在写字的时候 会产生个枝质型 为什么叫枝呢 因为我们在 行书里面写字 是长这样 所以变成这样子 所以他有一个 非常明显 枝质型的摆当 那你会说 别的书画家没有吗 很多都有 但王朵 特别明显 有点夸张化 所以形成他 强烈的个人特色 当然 这个摆当 就是字的姿态 不是单纯的都写字 扭啊扭去 扭啊扭去 他看起来很恶心 他其实不是 他写字的时候 还是保持那个字的姿态 你看我在形容 很多字的时候 都强调 他们一定有姿态 这个姿态在一般人眼中 叫歪歪的 但是 歪歪的 在我们书画家眼中 他是在跳 不同的舞者 摆出不同曼妙的舞姿 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不要弄错了 那前面我们有提到 王朵 一生 都在淋法帖 吃的 王羽之的法帖 长大 那我们来看 王羽之的法帖 有什么缺点呢 其实以前张怀冠 有说过 他说王羽之啊 有女郎才 而无丈夫气 说的有点难听 其实意思是说 他比较秀 他不太适合放大 因为放大需要那种标型大汉 所以他原本 王羽之的体系 是小尺毒型的 就放在桌面上看 好优雅 那王朵不一样 他把小尺毒变成什么 大条幅 挂起来 那个天堂啊 不管几丈高 挂起来 非常雄壮 所以他就把 二王体系的小尺毒 经过他的转化 变成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大条虎 可以钓得非常的高 所以啊 启公先生啊 就圣战王朵 说什么 他说啊 王侯比例 能扛顶 五百年来 五尺均 这个评价非常高了 五百年来 五尺均 那王朵 凭什么 获得五百年来 五尺均的封号呢 在于他 雄强的线条 不管 他的条幅 很长的很长的条幅 或是放在 桌面上的尺毒 他的线条的力量 十分雄强 那你会说 老师我看不出来啦 这个线条雄强吗 这个 这个就好像下馋不可以育兵 你知道吗 像我们去买那个水果或蔬菜啊 那个摊贩啊 只要拿起来就知道 哇 这个大概是几斤 一斤 半斤 或是 或是两斤 为什么 知道经验 他拿久就知道 两斤 一两果然两斤 那我们写书法的人 每天在练线条 每天练线条 当我们看到 哇 王夺 线条长成这样 哇 这个 力能扛底 这就所谓的经验值 所以你看不懂 表示你经验值 不够 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二王 就是指什么 王羲之 王羡之 那日本的二王呢 日本人认为二王 王羡之 当然不变 第二个 他认为是王夺 这个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 王夺有个很大的缺陷 他是二臣 既然在二臣 在书法史上 只要二臣的书法家 基本上 风平都不会太好 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讲 他觉得无所谓 我就觉得他好 我才不管他二臣 因为他没有感觉 所以他们认为 王羡之 固然好 王夺 可以跟他病假齐驱 那事实上 王夺在日本的影响力 不比王羡之差 那你会说 我就不喜欢他嘛 我就喜欢 王羡之 王羡之 我不要王夺 当然也可以 那王夺啊 还有一个比较争议的地方 就是有人认为 他是野福禅 那基本上 这个名字啊 不是王夺的问题 而是 学习王夺的人 实在太多了 我讲过了 东西如果很多人学 就很容易烂大街 那以后看到相同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辣眼睛 那施展王夺 他的功力啊 十分强悍 所以他怎么表现 都遵循的古法 在表现 所以一生吃的 二王的发起 他怕自己走偏了 所以一天就要临铁 一片才去创作 跟现代人动不动拿起来 就一直创作 一直创作 好像自己是王羡之第二 那个不一样 所以他的名声啊 有时候会被现代人 给拖累了 他的徒子徒孙 实在写得太差了 所以不能用徒子徒孙 回去推说这个老师 写得不好 施展王夺 还是 手骨派的大将 不是我们那 什么江湖书法 随便乱写的 那个等级差太多了 好 那王夺既然非常好 在书写的时候 还注意两件事 我个人觉得 第一个 王夺的应酬多 这个品质啊 真的是不一啊 有的我觉得非常好 有的我觉得 真的有点糟 因为真假难辨 那原则上 我们就写那些 比较具代表性的作品 当做标准 那如果你对这个作品 有点疑虑 你就写过一次就算了 事实上有些作品 我大概看一看 我也不太会写 有时候试一下 就不写了 那你觉得比较好的 你就多写 因为他的作品 真的太多了 第二个 缩写王夺的时候 一定要生鲜 生鲜它才会有孕染 生鲜它才有 干湿浓淡的表现 不要去弄那个熟鲜 或是一些不会孕染的 像毛边纸也不会孕染 然后有些圆书纸 好像也不太孕染 你要找稍微会晕开的 然后摩擦会并干燥的 虽然我们没有 当时王夺的版灵 但是有些宣纸器写起来 还是有层次的 你要挑一下 那如果你用光华的纸 来写王夺 只能说 你跟王夺的理想 背道而驰 所以千万不要用首选 一定要用胜选 最后总结一下 那王夺啊 凭借着强烈的干湿浓淡 然后赵自营的 知智型摆荡 配合他的雄强用笔 所以我们称呼王夺为 神彼王夺 当之无愧 好了 我们今天介绍王夺 就到这边了 下次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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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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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